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 雪凌 又是買兒 鏡花先生 贏者 經過了又是一套 最近真的看了很多劇場版 因為最近也有很多電影相片 在香港的動畫電影方面 我覺得是好時來的 對 越來越多片相片是好時來的 我們主持上個星期已經是 就如遇過一樣 看完《獅子帝國》之後 都會看《伊童計劃》的第二部作 就是《和諧》去看 對 我這樣說 若然如果《獅子帝國》 大家會覺得是 題材欺詐的話 我覺得和諧 是真的很和諧 你意思是很貼題 在我觀看這套 去到原場那一刻 整場的人都真的很和諧 因為我去到中間的時候 我有留意一下 就是 spir sources 我們稍後說的是這 нашего劇情的問題 我們ATA 我們看到旁邊的人 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現在的戰報天市 你執連六海邊契彩 你執連六海邊契彩 我一定會坐你旁邊的 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 你至少說一套 其實這個師姐帝國鏡花形容就是epithel的畫 這一套你會怎樣認為呢 這一套是一個愛情故事 自從epithel之後我反省自己 觀看故事的角度不夠正確 享受不了故事 於是我配上了一個更寬鬆的態度去看電影 最後我發覺跟師姐帝國應該看BL一樣 而是這套的動畫要看GL 其實當你當作一個愛情故事看一整套是很圓滿的 至於這個故事當然我不用這個畫面的角度去看 再看這個劇情的角度去看 我也不知道應該是epithel 因為這個故事已經很難形容 如果你說比較師姐帝國你會覺得這套怎樣 我會說是沒有那麼胡鬧 我胡鬧的意思是在劇情上 不是覺得你塞一堆打鬥情節就覺得很好看那樣的胡鬧 有這個故事會看到他想表達一些問題 想表達一些語意 但是進行的方式就相當差 我會這樣說 其實師姐帝國和和諧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共通 我相信這套是 伊藤介華他本身寫作作品的時候 他是用一種就是什麼呢 他是拋出一個概念的問題出來 師姐帝國拋出的問題就是靈魂 究竟這個世界存在靈魂 這一點 而去到和諧這裡 他提出的東西就是 社會意志和個人意志 他說最多就是意識的東西 是的 他用意識來形容這個意思 但意識是兩種東西來的 我想說 兩種東西來的 人可以沒有意志 但不可以沒有意識 我想他小說裡面說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接近意志的 雖然他用的名詞和意識 他用的是意識 但其實他們說的是一個意志 甚至是個人意志 當然也值得留意的地方 其實正正就是小說 是有一點點把意識和意志 兩種東西聯合在一起說的 是的 我講一講 他用詞說 意識就像你大陸的 有些人在開會 國會會議 表説多數怕贏了 有些人跟過一個意見去行事 這個意識 他這麼說 你見到的 師姐帝國他犯了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師姐和喪屍混在一起 這就是意識和意志混在一起 你是很難把他們兩者去區分 他講回和諧裡面 和諧裡面 要看這套東西 其實什麼呢 我會覺得 你要可以很冷靜 他跟師姐大概一樣 你要先接受他的前設 你這裡就要接受一個前設 前設就是什麼呢 這個世界經歷了大災難之後 人們意識到 如果不能夠互相守望相助的生活的話 人類是最終會被滅亡的 這也是和諧為何要啟動的另一個契機 而這個位置裡面 如果我會用上一季的一套動畫 其實跟前設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還有繼續看的 我想可能會有更多的共鳴 就是 Healthy Object 你首先要相信就是什麼呢 Object是無敵的 甚至你去到日後的故事裡 你看到就是 Object被人打敗的方法 是跟我們現有世界現在認知的方法 是任何方法都可以打到他 一樣 但你不要管 就是因為你要接受一個前設 就是當時的人想不到 不是這個問題 你前設是每一集打他 我都很難接受 在和諧裡 你就要接受一件事 那些人認為就是社會的統一意志 社會是一定要統一 所有事情都要跟從一個叫做既定的法則去做 其實這個其實有一次 你說 我會認為是 它有些像是神話行裡面所說的一些 很形意式的一些概念 一些灌輸的概念 最形象的就是 小時候很多時候 縱使你不做 你媽媽也可能會跟你說 見到親戚的長輩 記得要打招呼 你不打招呼 就代表你沒有禮貌 但是打招呼和沒有禮貌 這件事 如果你一個人大了 你偶然也會想起一件事 我不打招呼和我沒有禮貌 好像沒有關係 就等於就是 我大聲不代表我沒有禮貌 不代表我沒有禮貌 是同一個道理來的 見到朋友說髒話 不代表我沒有禮貌 不代表我恨他 我是其實和他很友善 很友善 所以有很多這些 這件事裡面 它有很多所謂的前設 前設是你要接納的 你不接納的話 你這件事看不下去 你看下去之後 你個人一定是不夠和暇 因為就是什麼 你就是不接受不了這件事 所以你個人不和暇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這套作品裡面 不裝watch me 的那班人 那班人好像比較好 我覺得其實 是有以為之的 這一個 剛剛mike前 雖然也有說到 也有談到 其實或少有那個意味 就是一個一神觀的意味 來到這個世界 有一個神 全知全民地決定了 這個世界的善惡 道德的標準 什麼為之善 什麼為之惡 而有趣的一件事 其實 開頭辛苦 其實定義的標準 還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由一班 有權力 或者有能力的人士 去制定一套 所謂叫做 什麼 叫做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就是 首先看電影 你也會看到 其實女主角 有意無意地 把這個辛苦 比喻為神 好像一個掌控著 這個民族裡面的神 書裡面有很多位 最後更加插入一些說法 就是和諧啟動 這個程式的時候 就好像進入了神境 有天使和你唱讚歌 大家進入了一個聖域 有或多或少的意識 對比 大家都是神的一份子 好像是這樣 我看了兩套伊藤計劃的作品 我是意識到一件事 它的作品類型裡面 它是一種點題式的寫法 當然我們之前也說過 這套究竟是不是一套 魏烏托邦的小說 我個人認為它不是 它其實是一個叫做什麼 用一本小說的份量 它拋出了一個命題出來 讓你去思考 這個命題裡面 它比一般說 通常有命題式的這些小說 都是作者都有自己一套的觀念 他想說 其實我想表達 如果有個人有這樣的想法 當他做了這樣的行為 社會就會變成這樣 但是這一套東西裡面 其實在這一方面是很弱 弱到甚至我覺得是什麼 它最好不要寫點 因為有一些它寫了的地方 我認為其實是 最終是很清停點水晰 就是很容易令到一件事發生 其實現在你看到 《和外香港》上了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博客也好 或者你見到Facebook裡面 有些人去所謂拆解這套作品的時候 我會認為很多時候是過度解讀 我回想一下這套動畫也是差不多一樣的 樂園追訪 最初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個很明顯的世界裡面 就是說 外面世界的攻擊 然後叫女主要過去調查 然後調查 之後發覺有些 可能有些不太好的東西 然後反過來被全部追殺 其實你見到過去是差不多一樣的 有些世界有三個巨頭跟你說話 這也是 你在Warsby的虛擬監控 開門的時候 你見到很多大頭人 應該是很高位人物 就是得而控制這個殺戒神 但其實他們不是神 你知道他們都是人 然後他們說 可能他們這群人 制裂了這個社會規則 你見到和 樂園追訪是差不多一樣的 但不同 樂園追訪這三個人 可能只是嚇吹 他不會刻意深入這個條線 他也不會特別強調任何事情 他只集中表達了 這個樂園其實也可能有很多問題 但這套是沒有的 你在這套裡面 這個Warsby政府有什麼不好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不好 他沒有做出這件事 剛剛有馬那件事 正正就是 一個反烏托邦的小說 和這種作品有不同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例如 《Psycho Path》也好 例如《樂園追訪》也好 大家比較熟悉《1984》的反烏托邦小說 也好 作者很有意識 告訴你 這些體力表面很好的世界 裡面的黑暗面是什麼 這是作者非常有意識的揭露 雖然在和諧這個世界 固然是有烏托邦的氣質裡面 但作者雖然沒有那麼濃烈地告訴你 他要揭露黑暗面 或者這麼說 剛才有馬或者鏡花提到的那些作品 其實 無論像剛才說 樂園追訪也好 《Psycho Path》也好 那類型的 其實 為什麼你會覺得 那個不是神呢 因為他揭露了他的外形 其實在我們叫做神話學裡面 很多時候 人們是不會描繪所謂神的形態 神是不可以描繪的 因為是一個沒辦法描繪出來的東西 它是一個高位的存在 舊的《Psycho Path》也說到 神的樣子不可以描述 不可以描述 其實這個位置 為什麼不可以描述 因為當你一描述 就變成了一個下格梵物 它是一個 在樂園追訪裡面 那三個 他用了三個就是什麼呢 我們在社會認知裡面 一些神話的神的石像 比於他是神 而《Psycho Path》裡面 就是用人腦 不過他就很著地了 其實他是人 而和諧這裡 其實他特意就是什麼 無論是辛苦也好 我覺得他是特意地不提 或者不說 究竟辛苦的高層究竟是什麼 因為這樣才能保持到他的神性 是的 他的神秘性 但是他到後面也做了出來 有些人頭 那樣說話 這個問題 你出來問問題 但問題是他們做過什麼壞事 只有你要去打他 其實沒有 而這裏也都引申的是什麼呢 我會叫做 你要接受一個最後的東西 就是電影版裡面 開頭也都已經有做到的東西 就是和諧 他是用一種 情色語言去寫 因為他用這種印象去寫 因為對我們人的認知 就算是一個無學的電路 情色是跟從這個邏輯 他是絕對理性 絕對理性就是什麼 不包括人類的情感 不過這樣 我想要補充少許原作的東西 我自己有看小說 雖然我看錄音的時候 就沒看完小說 我只是快速地 因為錄音的關係比較趕 說少許關於原作和動畫裡面 有不同或者是一些補充的地方 先說了剛剛程式碼的位置 你看到動畫一開始 第一幕和最後一幕 都是有一部電腦 顯示程式碼 就是表達的故事 其實你可以說這一幕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小說裡面都其實是 告訴你 這個倒序法 就是告訴你 這個是當年這個世界發生過的事情 我看到那時候 其實開頭那一幕 我看到那一幕 我開頭第一個印象 我會想起了哪一套作品 我會想起了進擊之巨人 善倫和兵長 在一個白色的空間裡面 你夠了 你夠了 你不要再說 這個是 殺牙家在我腦海中閃過 白色是白色的 第二個印象就是 它是一部主機 我開頭看到它 是否在賣新的V 難道這部 它不是有一個圓圈 在那邊突然轉 我以為 是否是鐘 到一個時間會爆炸 那個是Touch ID 按手才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起TV Buddy 但那個應該是整個世界的美 其實是這樣的 它在小說裡面 最後講的就是 人類已經進入了和諧程式 人類已經非常幸福了 我這個機器 只是跟你說回 當年發生的時候 人類有什麼結局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個位置 純粹是我個人的觀感 他用一個角色 即是有一個人類的物體 去讀入敦 這個曾經的人類 他發生過的事 對我而言就是 有什麼需要呢 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 你如果在和諧裡面 究竟所有一切的事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有意識 其實會輸編 敦的過去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被任何人讀取的意義的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我開始就是 去到最後 有一個人讀完之後 離開了 那讀取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個對我而言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問題 在這個世界 叫做什麼 進入了這個和諧時代的時候 究竟 是為什麼 所以這些人想去翻閱 這個命運轉捏點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物的記憶 因為以前人類的記憶 為什麼要讀取呢 這個位置 需要一個解釋 其實我對我來說 不是等於你讀歷史 其實就是 為什麼要讀歷史呢 如果 我們讀歷史的意義是什麼 吸取歷史的教訓 雖然人類從來都不會 不是說 花生看別人 不是 如果用有馬的角度 如果這條 一直三分鐘的話 它是有個人意志 你不是一個沒有個人意志的人 是不會想吃花生的 其實我想補充 其實那段 理論上 它是用HTML file 加上HTML 寫出來的 它寫得叫ETML 其實這個不是程式碼 其實是文本顯示語言 我不在乎 明白明白 程式碼會自己執行 但文本顯示語言 純粹編排一個版本給你看 他沒有什麼 內容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意識就是 你給什麼他 他會送什麼給你 問題是 為什麼 如果他純粹在一個版面那裡 叫做好像一個版面 去創造一些影像出來 他給好像那個和諧程式 他不停在那裡亂停 就是說 他不停在那裡計算 就是說 怎樣才可以 令到人類得到最大的幸福 我覺得OK的 而對我來說就是 他唯一對我 起了一個很奇怪的感覺就是 為什麼要由一個 沒有面孔的人類 去讀取記憶 你肯定那個人類? 至少 我們之前都知道的 外面有一群人是武裝Watsby 那這個受和諧不會影響到他們 可能是他們看 我們不知道 所以叫做這樣說 在這一集的討論就是什麼 我剛才說 我不會去過度解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問 為什麼 這個為什麼 老實說 沒有人給到答案 也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對還是錯 是啊 因為事實上 我可不可以 有波羅商告訴你 波羅商說一句說話 就是 動畫裡面交個女生 看著這個畫面 這個是手多的 其實本身不要說 但我想說 畫多畫一點 表達的意味都是這樣 因為他說 這個文本顯示的機器 他說的是 就是我現在記錄的東西 就是 世界上最後兩個人 為我 人類自我意識消失的時候 做最後頻道的人 發生過什麼事情 而我會告訴你 這個事情是怎樣 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覺得 我忍若覺得 他這部機器 不是說和諧的機器 應該是一部 因為他說和諧的事 最後啟動了 發生過什麼事 也可能是 在意外的機器 所以我覺得他所表達的意思 可能是 如果讀畫裡面是那個女生 但其實 小說裡面很明顯的對象 就是你 就是讀者 你看著這個機器 別人發生過的事情 你會有什麼想法 你會這樣的意思 而 OK 我們都用了20分鐘 回來了 因為其實 大家真的 不太會錯意 這套東西裡面 的確是很多這些 就是命題式的東西 你會意識到 就是你會去想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看看 戲院裡面 這麼多人的樣子 這麼和諧 我不知道是因為 他覺得 你在說什麼 他的樣子 呆了 還是他的腦子 在高速思考 這類型的問題 我不清楚 但是你說 在故事裡面 他用了 剛才我們說過 用了一個叫阿敦的女性角色 就是主角 就去訴說 就是這個和諧情色 啟動前夕所發生的一切事件 作為這個 我們說回劇情的開始之前 唯一說一件事 就是 千萬不要當這一套 是一套 烏托波 為什麼我說 不要當成一個偽烏托波的小說去看 就是你不要期待 是好像 Psychopath 有激烈的社會批判 不是這一套小說來的 就算 縱使 本書的小說的簡介 電影裡面寫的文案 很有感覺就是 是一些社會性的東西 不要這樣以為 不是Psychopath 不要這樣想 又是標準氣炸 原因呢 另一方面的原因 會令到你更加覺得 電影會給你這個錯覺 是因為 電影會給你這個錯覺 電影會給你做了最大的改動 就是在敦和尼加的關係 令到你不會 不過這個就是我們去到最後才說 故事其實就是 有三位少女 阿敦 尼加 和希恩 他們想實施一個 所謂叫做自小的計劃 為什麼 這個計劃 是由尼加提出的 尼加提出這個原因 在於就是說 他覺得 現在這個社會制度 太偶心了 他不是說制度 他說Wash Me這個系統 制度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知道 那個系統太偶心 或者更加嚴格來說 是Wash Me 令到這個世界 變成一個很偶實的世界 應該說這個世界 其實是由Wash Me這個系統 去建構成的一個社會形態 嗯 是的 而尼加就覺得 這個社會 這個Wash Me 和這個社會現在的人 很偶心 尼加提出的事情 他不想成為大人 因為在那個設定裏 當你成為大人之後 你就要受到Wash Me的監管 其實這個 都是命題 大家自己去思考 他在這裡提出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當一個少年 一個小朋友 長大了成人 這個事情 我也會用神話學去說 他一種叫做什麼呢 成人禮 之後 你踏出了社會 你踏出了社會之後就是什麼呢 有一個社會的道德規範 這個道德規範 你還是你就是什麼呢 你是一個什麼價值的人 那個道德規範 已經被這個系統 標誌了出來 有列表 做出來的 你是東大畢業 還是東京交通大畢業呢 而更甚的 他在說 這個社會裡面 人人是抱著同一種 的觀念 唯一的 所以他在這個辛苦的社會下 就是什麼呢 人人都要守望相助 互助互愛 要保持身心健康 愛與和平 愛與和平 或者如此類 我很肯定 這個社會是什麼呢 所有叫做什麼 不利於生命 他不利於生命的東西 他們是會全部 放棄 鑒 很難說 你見到 尼嘉 你見到他在網上 有很多書看 那些書其實有 你幾個讀書 那些書就瘋了 沒問題 你照看的 有沒有交通我們不知道 知識亨利好自由 他最大聲 是連恐怖分子 被電腦彈照播 他不會交通 他沒有新聞交通 不是 他那種不是交通 因為他那種 他未是成人 那個系統 不能交通 因為他 帶出一個設定 就是什麼呢 Watch Me 在一個人未成年之前 去安裝的話 對他的身體 是會帶來一些副作用的 所以只能夠成 其實他這裏引生的意義就是 其實是等同於現實 我會覺得 那個命令就是 我們小時候 我們是無憂無慮的 就是我們 玩就玩 吃就吃飯就睡 但當我們長大了 我們終有一天 要踏出這個社會 其實Watch Me 那時候 當你踏出這個社會 社會的規範 無論你接受與否也好 你都要去進從 我是可能很不認同 我覺得 為何要打工 為何要打工 為何沒有人 工作就是輸了 對 當然 有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 你踏出了這一步的時候 當你不做的事情 人們就說 OK 你二十歲 你二十年歲 你讀完書 你躲在家 那些人說你什麼 廢青 家女俊 放心 上班那些 只要你是年輕的話 都是廢青 你應該說沒有生產力 你不能夠 那些社會 一個成年人的基準 怎樣為之一個成年人 他就有負擔A B C 這些的責任 他就用了一種道德 叫做什麼 一個意識的基準 一定要就是什麼 總之你成人之後 無論你之前怎樣是一個壞孩子 都好 你突然間都會變成 你都會變成一個勝任 其實這個比喻很恰當 事實上我覺得 動畫和小說 強烈的氛圍就是告訴你 沒有人實際 拿一張手 一隻手 告訴你 那些事情你不能做 那些事情你不能吃 好啦 其實有煙有酒 這些事情是未必可以的 但是他意思告訴你 就是 氣氛令你覺得 做不做得對的 我只要吃多一點東西 我就很有罪惡感 我不是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就好像我不上班 那種是道德價值觀 就是什麼 簡單一點的例子 我會說 你會覺得 可能你會說大話 無論是善意 或者是惡意 大話都好 你會覺得 你總是覺得 我壓了你 可能會有一種 你的道德觀 會斥責你 說 你說了大話 為什麼呢 這個有少少的動畫 編排 令他更加有錯覺 就是覺得 應該是一個很壓抑很規範的社會 因為一開始 說 敦去了戰亂的地區 然後喝酒 去吃煙 他為了這件事 去逃離 其實小說 這個情節 不是放在那麼前 放在後一點 他那時候想表達的意思是 敦過的字 我放逐了 這個社會實在太壓抑 所以他去了那些地方 去喝酒 去吃煙 不是告訴你 那個地方 喝酒和吃煙 一定是很大的禁制 因為他想跟你說 之後小說裡面也有說到 為什麼會告訴你 喝酒不行 為什麼吃煙不行 是因為他們慢慢 陪了出一個公民意識 就是說 有害的事情 都應該在社會裡拿走 漸漸的人 你覺得 既然是這樣 就拿走吃煙 強制還是不可以喝酒 甚至咖啡也開始不可以攝取 等同於 我覺得這裡是多 日本人 應該說大家會看 日本人 更加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什麼 垃圾分類 對他來說 垃圾分類是一個理所 當然 每個人都應該要做的事情 總之這一天 不可言垃圾 你不能扔出來 很多人會說 那是不能扔的 為什麼不能扔 你問這個問題 那是不對的 這個問題 你問下去 肯定那些人是會發火的 是的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arch reasoning的問題 是的 這個也是小說裡面 多了一個音樂 就是有一個委員會裡面 你當作是良法委員會 這樣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討論 為什麼不可以喝咖啡 令到阿頓覺得很噁心 還有我也不太記得 但是我沒有說到 當他找大學教授談的時候 大學教授提出一個例子 就是 其實垃圾德軍是熟食主義者 是不被人肥 如此類 其實就是那個意識 因為要一個良好的公民 一個完美的公民 就是要這樣的形態 就是這樣的意識 垃圾最厲害的就是 把所有 可能是悲哀 惡惡的基因 殺了垃圾 那些最優良的人 還在那裡 德軍最優良的基因 而尼家在他們學生的年代 自殺 最終就是尼家自殺身亡了 對外宣稱是 是的 而叫做 其實他在這裡說 其實 應該說他們三個 在這個自殺事件裡面 你是看到這套東西裡面 最人性化的地方 怎樣人性化 就是阿敦覺得就是 當然他做到很百合 我明白的 尼家也對他好像是 適有他 是的 總之是 根本就是適有 拿他的胸 你的胸部是我的 你的嘴唇是我的 你的子宮也是我的 是的 你的子宮也是我的 已經不可能是聖鵬士來形容了 然後 希安對他來的就是什麼呢 他覺得挺有趣的 但其實 他是什麼呢 其實他是不想 他真的覺得 這個人 這個人都痴痴地善的 這個人 但是 社會教導我們就是什麼 不可以歧視瘋子的人 他說 我們要給他一些關懷 當他可能感受到我們 去的關懷的時候 他可能會好回來 其實你看到就是 他們三個人的 意識 或者 我不用意識 他們的意志 或者他們的思考的方向 其實是不同的 是的 所以他忍致了就是什麼 通常說 原來 搞不定 這個人 真的 這個人 真的瘋了你 他去了告密 最後就是 說到就是 希安也是因為這件事 在他的心裡 一直在怪責自己 其實是好像 我出賣了我的好朋友 尤其是在這個 所謂辛苦的抵制之下 出賣這件事 是完美地違背了 這一個社會裡面的 道德規範的基準 不是 如果根據WASB的規定 那個朋友想自殺 你去告密 你救回他 就覺得很開心 這個其實是一個衝突 一方面沒錯 有話說的事情 社會的制度 告訴你 你做得對的 但是 在你的良心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 良心的斥責之下 你自己 當然每個人的良心 那一尺不同 希安的良心 那一尺裡面 他就覺得 他出賣了他的好朋友 不是某程度上 是結果論 就是他結果 都是導致一個人死了 不是這樣說的 在WASB的體制之下 出現的情況 他最完美的地方 應該是想 不要有告密這個情況發生的 就是你每一個人 應該互助互愛的情況之下 一開始應該避免這個事情 就說你不需要自殺 或者世界好美好 希安是應該這樣去做的 因為你想想 如果告密這個事情 一發生的話 其實WASB這個系統 應該崩潰的 因為他經常說 這個社會 為何可以維持這麼完美的狀態 因為每個人都完全相信對方 所有事情 每個人 他有多少個分數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是一個怎樣的名字 他是一個怎樣的職業 他有怎樣的職業 所有事情 在螢幕面前看得完 而這一個位置 好奇到尼家的死亡 其實在電影版裏 我覺得做得不夠噁心 的一個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 那些人怎樣 你會覺得 這傢伙是好人 到你覺得 我害怕了你 我覺得 你這傢伙 你算了吧 我覺得 我不清楚 大家可能身邊都會有些朋友 他是很好人 他是好人到甚麼呢 你覺得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好人 在你面前 你會覺得 我真的連劉毅都不如 他背後有些聖光 這樣做出來 你會覺得 這個人 他的所謂的 他的行為 他也是叫做 尼家東 溫柔是會殺死人 這句話 你真的溫柔到我想死 這個是等同於齊 西遊記裡面 唐三藏錯 Only you 那個感覺就是 那隻怪獸都頂不住 想死 你說 用動畫D去講的 就是 他指甚麼呢 他是一個 乳川翼的角色 花蜜語裡面 他做甚麼都是對的 在乳川翼的故事裡面 也有做到一件事 就是 他爸爸媽媽頂不住 就說 有沒有人可以得到這麼狠 我想 這個不單止動畫 其實小雪都做得不夠好 我覺得 小雪裡面很強調一個句子 就是這個是用羽毛去咬死 去捏死人的社會 正正應該做到的效果就是 靠一個社會的環境 或者一些人的言行 令到那些人雖然很溫柔 但令到很難受 其實小雪都寫不到出來 他不是一個 麥理上 令到你覺得很辛苦 他是一個 特色的社會 我會覺得 一些類似的感覺就是 當你和一個不熟悉的人 坐在一起的時候 你又好像要選擇 又要找一些話題 那種 你會覺得 我不說話又好像不太好 但是我要說些甚麼 那種是很難解釋的 可以的 一方面他受良心的譴責 一方面他告訴他 兩種道德觀的限制 他的意識接受不了 除了自殺 OK 但最後我會說 不是的 其實他被人控制 被人吃了自殺的 因為黑暗的死人 就是在一個社會 和他自己的良知 互相衝突之下 接受不了 矛盾 也就是 如果你把他整線委託 去被 外面有人 殺了他的機器 把他入了Walsby 把他自殺 其他人都會 所以他都會說這件事 他有說一句 尼家和他有一段對話 他很想表達 令他敷出的罪惡感 但最後又是說 他被系統 即是發覺 其實Walsby沒有問題 你不一定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劇情是 我覺得這個劇情是 那一開始我就是看過 他是一個個人的價值觀 和社會價值觀之間的衝突 而這裏 其實你看這裏 最形象化的是 因為整個 所謂辛苦的城市 那個世界的布局 是一個粉紅色 那個粉紅色 我會想到是 什麼呢 它是組織 它是一個身體裏 它是一個身體部分 你當作是 我們人 裡面的人 就是等於一個人裡面的 一個細胞 對 正如小說裡面的形容 就是一個 最不突出自己的顏色 即是不突出 它是一個有官威 有一個威嚇的氣氛 對我來說 我會投射出來的 就是 這個社會 我會比喻為 就是一個人 最高意志 所謂辛苦的意志 就是什麼 你如果用人來的 就是我們的大哥 我們提出的事情 我們的細胞 是不能夠反抗的 當然 他說什麼呢 他不是不能 應該說你的手 想怎樣移動的 當然是 由你控制 可能他是硬不然 說 夾著很痛的大哥 但是他反抗不了你 在那個時刻裡面 他都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其實正如 我一開始 剛才問我感想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是一個 說了很多意念 他提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進行得很差的地方 就是這裡 他很多地方 例如說 一個羽毛 去捏死我的社會 他是靠一個 平鋪直罪的描述 告訴你 怎麼捏死我 但是我感受不到 他的壓力 你對於其他作品 真是好 說你《山谷》也好 《山谷》也好 《山谷》也好 當某些人發現 政府掩藏的秘密之後 會被政府追殺 可能是監控 或是暴力對待 但是這裡沒有 你看到 政府一定很和諧 你知道什麼 其實政府也不會突不理你 你做了一些壞事 找到政府 很多人從輕發落 沒事的 你死了 是因為被hacker控制 其實又不關政府事的 我會這樣說 這裡他表達最不好 也是他叫做 動畫版很刻意 輕輕帶過的就是什麼 螺旋監察官 即是什麼 好問題我都不知道 螺旋 是一個名字 我只知道什麼叫優 螺旋鋼菌 我又知道什麼 但是我就不知道什麼叫 螺旋監察官 你知不知道我一次 那張小說的解釋 告訴你 都不需要 說吧 其實我意思是說 正正就是這裡 動畫做得差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把一個 小說裡面本身 講一些體制性的 告訴你 我覺得動畫是有這樣的機會 不要解釋什麼叫螺旋監察官 解釋這個社會 其實他花了接近十分鐘的時間 由阿敦回去見到希安 到希安自殺這一段段落位置 他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人經常看著他 然後有一些分數顯示出來 那個時候其實 你是需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 OK 我們要怎樣去認同 就是阿敦覺得 現在辛苦的人 一回來就覺得 是很噁心的一件事 就是 我見不到就是 什麼事情 就是 點頭 噁心 不夠形象化 是 走過吃高卡路里 不要吃那麼多 噁心 然後 你不舒服 你坐吧 老實說就是 噁心 當然 你說香港你就認上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 叫做 應該坐了這個關內座 關內座 關內座 我一開始想到 關內座 關內座 這件事 一見到 就馬上要彈起 好像 上了電 可能 你會覺得 好像是 電池裡面 有個感應器 一感應器就是 這傢伙 超過60歲 你跟我馬上起來 老實說 老實說 都排60歲應該坐關內座 我覺得我坐地鐵裡面 看了關內座 反而比這個和蟹 小說裡面 一綁死你的羽毛 這件事更加好 更加形象化 更加噁心 沒錯 這個才看到 道德衝突在哪裡 我覺得 香港人 會 很有個名的就是 你接了關內座 老實說 我怎麼坐下去 不是 字 關內座 但我們看下去 就是電子 批鬥了 就是 一坐就死了 那種嚴重的程度 那種嚴重的程度 我都不能坐下 那種程度 這是什麼 真正的 我叫做 好心做壞事 對 反而小說 是沒有什麼 小說是做 動畫是做沒有小說 沒有看 小說 我會跟你說 其實小說也不是很多 它比較多 反而我呈現到的情節 是 人類去一個極端的善良思想 反而做了幾個無理 和荒謬的事情 多一點 但是我們說的事情 都是做不到的 而這個位置 它在哪裡反映出來 就是在故事裏面 當那段恐怖宣言 發出了之後 就是說 你們 現在每一個人 就說 你想叫做什麼 讓我知道 你有個人的意志 你給我殺一個人 神經 殺了一個人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非黑色白 當然我覺得它是為了戲劇性的表現手法 所以是一個很非黑色白 就是 我個人意志就是不想殺人 我是有個人意志的 但是 只不過我的個人意志 剛好和這個政府的所謂的社會道德基準是一致 我是不是沒有個人意志 我不是 只是剛好和那個 叫做 主流社會意識 一致 但是 你會說什麼 無主見 我個人意志就是想 不想殺人 不想殺人 不可以說我沒有意志 你這樣 是不是 很奇怪 他也是想反映 就是說 這群人 在辛苦的這群人類 其實已經失去了什麼呢 生物 基本 的一個 本能 求生 是 這一個小說裏面 很多次他強調 就是說 這也挺有政治哲學的意味 其實他強調 就是那個身體已經不再歸個人所有東西 歸這個社會 所有 我一個公共的財產 我的身體 所以為什麼我要互助互愛 為什麼要保持好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要毀這個社會負責任 不是 系統的終極化 就是把這麼多的人 變成一個整體 對 所以其實 剛剛說到那個 自殺那個人 因為他不能夠殺人 其實他只是說 我作為一個公共的財產 可以去剝奪其他人 所以他頂不住 所以去講 我不太記得動畫 剛剛有沒有說到這個情節 其實有一點 動畫那裡其實 有一個人留下的位置 就是說 我真的不想殺死人 所以我最後選擇 自殺 這也是一個言辭 小說是同一個情節 但他多了 少了一句 而這個位置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什麼 其實 所有自殺的人 對我來說就是什麼 他是有 想殺人的意識 就是殺自己 老實說 如果 對我來說 如果你覺得 你真的是一個 完全聖人霧 你已經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和我 你真的入了 在一個聖人狀態下 你不想殺人 沒有所謂的 你就等七天之後 你自己死去 為什麼 因為既然你的身體 是屬於公共財產 的意思是什麼 你連死的資格 你都沒有 只有社會 社會 整死你 你才有資格去死 就是以前身體 伯夫 受諸父母 不要亂來 子彈法都不准 所以 就是 你這裏當然 他那個位置 其實他只是說 這班人的心理質素 其實已經是 殺國法指數 突然間飆升到 突然間 我突然間 看到原來 我是有個人意志 其實就是 因為他那裏說 就是 人類開始 二章本身是一個 所有人都可以信任的 人是處於一個 平安無事的狀態 之後 原來打破了 原來不是的 人是有機會被殺 人被殺就會死 是的 人被殺 我記得這句話是 我看完之後 我出去之後 我第一句說 就是 看完一套的其中一個前詞就是 這班辛苦的人 他們是相信 他們覺得 人被殺 會死 是一件非常之神奇 非常難以相信的 是的 是奇蹟 級別的 一件事 但是 所以為什麼 正如剛才說 就是你要先接受 這個 當有大災害 這個前提 後會出現 這個世界觀的一件事 因為大災害 那時候就是 他們明白 為什麼要 抹殺大災害這個情況 我不記得 這個同樣都是 大災害最後 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核戰 核子 核彈 不斷射射 令世界毀滅了 很正常的末日觀 所以他發覺 人類是不可以有傷害人類的意識 不可以有去殘殺人類的意識 那時候可以避免大災害 所以 人被殺就會死 這個觀念應該要從社會抹除 所以小說裡面說的 其實那個 殺一個人的宣言 最大的效果 就是打破了這個 可否有謊言 可以說謊言 可以說謊言 原來現實是這樣 或者這樣說 那些人就恐慌了 其實 辛苦的人 除了你說 他們放棄了一件更加 人類很原始的本能 就是什麼 鬥真本能 還是危機的意思 鬥真本能 不是 因為 那個所謂的大災難 就是什麼 那些人鬥真 沒錯 而鬥真本能 叫做什麼 是一個生物的原始本能 不過人類在這方面 就突發得很厲害 就是突發到什麼 就算不關乎生存 都好 他都會 展現 他這個 那麼殘暴的本性 出來 其他生物的老實說 一隻 老虎吃飽了 他是不會管理你的 他再肚子 那時候 他真的會管理你的 但是 他對他這樣說 他滿足了他的需求 當然 這個你說 其實心裡可能 因為人類 其實對什麼 我們對這個 生存的需求 滿足了之後 我們有高一層次 再高一層次的要求 其實你說 我覺得 所謂那個大災難就是什麼 那些人的要求 是太多 大家開始競爭 所以 形成了這個鬥真 而 而辛苦的人 就是什麼 沒有需求 應該說什麼 總之我能夠 生活 受救 其實 他給了我這樣的感覺 當然 都是那句 我不評論這件事 他也沒有說 我給了我的感覺 他只是這樣說 總之有放水 你看到那些人 很享受 我也是買港 那樣的 拍粒藥丸 然後放一個很硬的姿勢 吃藥 我真的覺得 不用不用 吃藥 人家現在 這個小女生追牛 你為什麼不讓他追牛 他又沒有殺過人的意志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港潮 是不是一種個人意志 我 我不管 其實我想說 其實我覺得 正如 我記得 動畫裡面 也有說到 有個討論 就是人類的意識 例如 為何會只著重眼前的利益 不去想後面的利益 一萬元和兩萬元 我現在馬上給你一萬元 還有 我一年後給你兩萬元 你會想要什麼 但我覺得 這條問題 是問得極差的 不是抄問題 今天沒有解釋過 幾次走 其他死亡是 它是解釋說 選一萬元是一個絕對的答案 任何人都會選一萬元 而那個選一萬元就是 它只是用了一個叫做不思考 叫做即時享樂的一個絕對法 但是 如果我是一個人類的 老實說 我覺得一年後拿兩萬元好一點 我相信你一定一年後給了兩萬元 你看一個情況 首先 第一 這傢伙不用關連 過幾天就死了 你馬上拿不到錢 所以一年後拿兩萬元是沒有的 其次 我現在拿了一萬元 不是七日花 我拿去投資 一年後我變十萬元 那是黃 先 不要想到一個問題 每日純粹就是 你想現在馬上擁有 還是日後擁有更多 他對人來說 他想表現的人類是一種很短視的生物 短視度就是什麼呢 總之 一有 就是 粗弱的那些人就說 有得上 有得上 很和諧的 我們這些會排隊 不是喔 但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是跟他原本那個系統 有一個矛盾的地方 就是說什麼呢 你的財產 會不會被放了人來 還是自己管理這件事 他的觀念就是 大部分人會選擇 現在拿一萬元 但是在這個系統底下 你很多的東西 其實是給了系統決定的 這件事就有一個矛盾在 所以 其實 怎樣 就是 因為 他那裡說 人會拿一萬元 是在於人生存的意識 因為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 我一定要先拿下眼磁的結果 不然就被人搶走 所以其實 也是一樣 就是動畫弱得不夠好 就是為什麼他沒有說得夠透徹 那個社會的制度 在哪裏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一個問題 其實你不明白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正常來說 如果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以前 就是以人類生存為前例的話 你現在可能有食物 我當然先吃了 我不會等到之後 對 所以其實 這個求生本能 就是生存也是屬於生存的法 對 Wash Me 系統好的地方 他那裡說好的地方 就是在於 一來他已經把你人類生存的東西 都給你了 還有就是 你就算是一個弱者 也好 例如你的社會分數已經很低了 已經 你能力很低了 但他還是會養活你最基本的需要 他已經拿走了你需要的競爭和生存的本能 但如果是根據你這樣說的話 Gunda這個 Watch Me 系統之下 其實這些人 更加應該選擇後者 因為你沒有一個危機 現階段他相信 你這個世界不會出現任何危機 導致你一年後拿不到這10000元 所以更加多的人 我相信更加多的人 在這個情況下 會選擇後者 這個位其實 各位聽眾都聽到 就是很多不同 假設的立量出來 而這些假設的立量 其實它是源自於一件事 其實大家都覺得 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怎麼說的角色 沒錯 其實就是由一個角色 去帶出來的 所有叫做什麼 不同的意識形態 究竟就是由 尼加這個角色去帶出來 尼加這個角色 尼加這個角色 說回他的出生 他出生在一個叫做什麼 他們的部族 是一個 整班人都是什麼 一個無意識的部族 他的無意識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剛才我說的 一件事就是 OK 我們 他形容說 我們人的大陸裡面 就好像開國會一樣 最後就是什麼 會 少數服從多數 或者有一個很強烈的東西 強烈的意志 如果是凌駕於一切的話 我們就會作出那個行動 而無意識的人的行動基準是什麼 他的行動基準是什麼 他會衡量這兩件事 究竟哪一件事才是必須的 而不是這兩件事去鬥爭 就是有一個 比這兩件事更高層次的領域 去決定你做 而那兩件事就是什麼 一個就是 我現在想蘋果 我現在想吃茶 我想讀書 我想吃東西 接著就有好意的 究竟讀書好 還是吃東西好呢 現在 就會決定了這個行動 這個是他 在他 裏面無意識的 OK 有意識的東西 當然很簡單 就是我們現在 一個人 我想吃東西 就吃東西 可能每個人 在這個時刻做的東西 都會不同 或者是 可能對這件事來說 我想吃東西 可能會影響到你 就是你沒有東西吃的 然後你會 但我不會想你的 你沒有東西吃 那是鬼事 現在我餓 或者我看到他有東西吃 但我沒有東西吃 我就妒忌了 然後你騙他 例如這樣 例如這樣 他經過了 當然他說的 我覺得 他的經歷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詭異的經歷 或者是 你很難有感受 就是一個原本 沒有意識的生命體 他因為 他被捉了之後 他被強姦 然後強姦到 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有一天 他產生了意識 覺醒 有沒有玩過 HKC 羅帝調教 突然有眼神 有意識 會常常說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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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 是相反的 是 在調教的時候 會跟著你的口味角度 會改變他的意識 OK 行了 我們說一些很和諧的 comment 他這個位置 就是 對他來說 如果一個無意識的東西 其實 對他來說 就是什麼呢 在他被強姦的經歷裡面 會令到一個無意識的人 產生意識 就是什麼呢 無意識認為 他有意識 是最佳的解法 就是 這個無意識 會說 你應該要有意識 不是的話 你逃脫不了這個狀況 因為無意識 是不會選擇 即是無意識 即是無意識 可能覺得 嗯 沒什麼啊 都是 我二人化解 大家不要誤會 就是 沒什麼啊 那又不用死 即是不影響生存 這件事 即是對他 對他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 可能是他痛 可能他說 因為 痛楚 令到他產生了個人意識 就是 如果對我來說 就是 我一個邏輯推理 去做這個 那個無意識認為 就是 要擺脫這種痛楚 就 叫做什麼呢 我們 那個無意識的選擇 是選擇不了正確的行動 所以他需要一個有意識的 個體 所以小說裡面形容 他那時候產生了的意識 是真恨的意識 那相信這跟生存的本能 應該有些關係 是的 即是他覺得 無意識其實是什麼呢 如果他對我來說 無意識的本能 就是什麼呢 他基本上是 跟生存意識這件事 是好一點 他只不過是什麼呢 他是 因為活著 所以活著 不是 即是我們 叫做什麼 生物一直叫做 由出生開始生 就是他做的事情 就是求生 但對我來說 無意識那件事 其實我根據他的解讀 都是命題 無意識其實是不在乎 無意識 其實是不在乎 生 真是很圓 生 生 和死 不是有一樣東西 看開一點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我會出現了一個 叫做什麼呢 在腦中出現了一個 蘋果 其實我是說 如果 生和死 都是沒有什麼 就是痛和不痛 都是沒有什麼 被人搞和被人搞 都是沒有什麼 那你不需要產生意識 這個佛學的高深 就是適的事空 空的事息 其實他在說那個道理 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後頭 永遠不會走到 走有意識的路 他最大的問題 我小小小不知道 動畫面他沒有撇聲過 怎麼為之沒有意識 當尼加以前 他沒有意識 或者他步驟 沒有意識 是怎樣生活的 他們怎樣做出行動 你沒有說過 你應該說這樣 我相信任何人 都沒有辦法去形象化 我會告訴你小說 比較狡猾的說法 說法就是 他跟普通人沒有分別 哈哈哈哈 即是作者想不到 其實 動畫也有說過 他看下去跟普通人沒有分別 但是他知道 他裡面 應該說 選擇這個行動 他是根據一個很神聖的基準 神聖度就是什麼 這個基準一定是對的 小說裡面 那個狡猾的說法就是 他跟其他人一樣 有自己的文化 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自己的保留 跟其他人沒有分別 那你怎麼看出他沒有意識 即是說他玩GEOGAME的時候 他不是他選擇 是有人無端端有個選擇 我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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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的確是這樣表達的 他講的就是 他有個比喻 一個地方 用手語溝通的時候 會覺得 要講人話的人很奇怪 因為有手語溝通 即是他想說的就是 無意識的人 用無意識的地方 可以去建立自己的生活 OK 這個也是個問題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一個 剛才說的 一個無意識的人 為什麼他會產生意識 你不一定是強姦 總之是他可能 被人用把刀威脅著 突然之間覺得痛 就會產生意識 應該說 有因是不重要的 重點是為什麼又沒有 還有你咬他不贏 因為全部人都是有意識的 這個世界 你是不知道 他沒有意識的人 為什麼有意識的人 這個我突然說 好 文學一點 突然之間 只非如 安之餘之樂 然後 如果貼地的 操作點說的是什麼 沒有意識的東西 你懂得調天 我喜歡這句 地道一點 這句地道很多 這個挺好 其實小說也有一點 多話小的意味 對 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雖然最後一件事 相反就是 現在這條魚跟你說 喂不是 你的紙 不夠快 下水上我玩的感覺 變成 或者你不懂 那條切 你不懂 甚至乎可以 試那種是另一種物種 不是人類的物種 是生命體 這樣應該會好一點 當尼家產生意識 他逃離後 他進入了 辛苦 我們剛才一直 解釋了很久 就是辛苦 這個社會體制 裡面 他覺得 這個社會體制 很噁心 他作為這個有意識 叫什麼呢 他產生了獨立意識 之後 看到一個 看似 統一意志的社會體系 他覺得噁心 其實我會這樣說 辛苦的體制 對我來說 就是 他是在無疑 無意識的境界 但是他一個不完全的境界 為什麼 是一個不完全的境界 因為 是一群有意識的人 去模仿 無意識的狀態 而就是因為 我是一個有意識的人 當我看到 你模仿一些 無意識的狀態 我會覺得你很噁心 你那樣東西不是叫做無意識 你那樣東西不是叫做無意識 你那樣東西叫做 只不過是叫以恥 只不過是叫以恥 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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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扮不到你就沒有扮 這個我們只是推 說出來 我們的感覺就是 那個偶心是來著什麼 因為都是沒有解釋的 還有我沒有突然 這麼深入的解釋 我不喜歡 這是有少少什麼 同類相互 有少少就是 當你看到就是什麼 人們看到 有些人扮 覺得自己很拿型 但看到人們扮 你這傢伙你省一點 你死開 專業的 專業的等我來 但其實可能他自己都有 這個特質 同樣也有少少不記得 動畫是否也有說到這個 尼家最後 他覺醒了這個世界 其實是溫柔地殺生死你 因為見到一個少年人自殺 動畫好像也有說 其實他發覺是意外地平淡 意外地平凡的理由 不是那麼崇高地覺得 這個世界看穿了 我也覺得未必需要 但其實應該說 那個觸法點你有法 應該說 好像剛才的鏡頭說 太輕描淡了 其實我也忘記了 你實在意外 其實我剛才的辯論 那些可能更高深 為什麼我會說這一點 就是有少少令我出氣 這一點令我 尤其是小說 說一大堆無意識的話題 當年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因為見到少年自殺 就結束了 真的很平凡 人的同理心 我覺得 而尼家在他的經歷裏面 自殺不成 然後拿去研究給別人 做成研究材料 這段也叫做什麼呢 中間這個過程 完全空白 然後產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想發動和諧程式 和諧程式就是回歸 回歸回尼家 在他覺醒到有意識前的狀態 他就是想全世界人 就是叫做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就是什麼呢 那麼喜歡裝 就變成他 那麼喜歡裝狗 就變成狗 給我的感覺就是 尼家一直在以前的社會 然後我就要大家回歸回去 大家一起用Windows 3.1 這樣的感覺 而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如果你要用這個比例 而重點是什麼呢 你們全部跟我用Windows 3.1 但是我繼續用Windows 9.8 不行 是Windows 7 尼家那個其實是什麼 對我來說就是 尼家叫做一切的行動 甚至是叫做 那群不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組織的人 說想發動和諧那群這樣的彈省 他們的腦 你覺得就是 你是不能夠理解這群人的 不是呀 沒有呀 全世界到Windows 3.1 或Windows 9 Windows 7的時候 我就是給了我這個新世界神 我統治世界 你明白嗎 這個位置 這個也是一個漏洞 究竟發動了之後 這群叫做發動者 會變成怎樣 沒有人知道 沒有說過 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什麼 他埋在這裡 所以就是你根本 judge不到對與錯的東西 就是說 如果 好像剛才所說的 假設 他們發動了之後 我們當然要用高級hardware 你們立刻和我回去原始時代 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權力的交替 如果你說 全世界都發動 這是什麼 人類保養計劃 其實我都談過是後者 尤其我覺得尼家 以前說過 就是這個 敦的父親 做了一個實驗之後 這個副作用 重點是副作用 是這個令人進入了好 就好像和諧的狀態 無意識地去做 但一切行動是正常的 不過感覺就像是 這個尼家 做了東西之後 又發覺 這個粉很純 很美味 不如讓人在這裡做一下 有說到 尼家接受很多wosh 他都沒有事 因為他有抗體 他沒有事 所以他就搞一個全世界威法 尼家有趣的地方 他矛盾的地方 就是 他想作為一個有意識的生命體 去生活 選擇自己的死亡 但是 他希望全世界進入和諧 如果全世界都說他自己 對我來說是一個邏輯謬誤 其實有一點點 不是 他應該是想全世界 回去 變成我那個物種 但是他自己 不 他 因為他叫做什麼 我們在一個故事 在裡面 他一直強調就是什麼 他覺得個人意志 是很重要 個人意志很重要就是什麼 但是重要 我知道很重要這件事 但我要你們放棄了他 劇情 動畫版 其實他沒有特別 給尼家去評論他 一看到面 兩個人的數目 都在開槍扮他 他是沒有時間去評論他的理念 或者這樣 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在這個動畫裡面 我記得 東有說了一句 就是尼家你真的沒有變 他有沒有說過這句話 是 其實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動畫 會加這句對白出來 因為我覺得 小水完全相反 說的話 應該是 尼家真的變了 或者 這裡要說 其實他是女主角 阿敦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其實他的定位是什麼 他的定位是什麼 他的定位其實是什麼 有他和沒有他 都沒有所謂 你明白 開頭打算他找他去查我 其實他不用查 其實 他可以勸服 來加拿大 他不勸武所謂 因為 發動和俠那幫人 不是他 是他 那幫人 他不是聽他說的 他很搞笑 那你見面有什麼用呢 你們兩個 阿敦那個角色 真的是什麼 他是觀眾A 他真的是一個觀眾A 而 只不過叫做什麼 這個觀眾A 和主角A 是有這個很曖昧的關係 而你會令他覺得 原來觀眾A好像很重要 但其實你縱觀整套東西裡面 觀眾A 他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有他和沒有他 有什麼問題 或者說 他是不是一定要蹲這個角色 他覺得 這個角色可以是任何人 華山都可以 華山走過去 華山都可以 他只是說了一句 只有你有能力 可以見到他 我是一個很聰明很聰明很聰明的人 聰明到他覺得 我一定要見你 也行 我是一個好醜好醜好醜 他就是 怎麼都要見一見你 零零七都可以 他就是在和諧化動之前 我要見識什麼叫做極反 阿敦這個角色 對故事的作用 其實唯一的作用是什麼 看到 都不叫什麼人都可以 他就是一個旁觀者 同一套一樣 就是什麼 有一個人類的物體 去看一個 宏觀視點的觀眾 去看回那件事 所以其實真的相當相當奇怪 如果在這個動畫裡面 這個角色只有一個 心情不成 還要被人識有了之後 對這個女人念念不忘的女人 只是一個 但小說真的完全不是這樣的 至少小說裡面 敦哥的角色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什麼 我覺得是破滅了 這個對和諧的幻想 和比好的地方 至少你在這個動畫裡面 你覺得敦哥應該是覺得 這個人沒有變過 我就跟他不知心情也好 怎樣也好 但小說真的完全不是這樣的 小說那裡說的話 就是說 他聽完了 這個離家一段的說話之後 我這裡不詳細看了 不用說了 大家自己看回 他其實那個感覺 是鬆了口氣之後 又覺得 原來你講那麼多話之後 其實都是一些 他已經不再接受了 已經覺得 是一些 BULL SHIT 其實簡單來說 是他的情勢 雖然他沒有說得很明白 但是有BULL SHIT 然後就說 你為了這些說話 就是這樣整死了希安 就是為了這麼多人死 以及整死了我老爸 對 整死了我老爸 整死了希安 搞那麼多人死 就是為了這些事情 是呀 那可以了 我要為那些人報仇 殺了你 就是令到整件事 我覺得什麼呢 整個和諧的故事 就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他好像是 似乎說 尼家這個角色 他因為經過了 不同的階段的洗練 他有一個很崇高 崇高到什麼呢 我真是 神聖不可侵犯的道理 我必定要發動和諧不可 而最後就是什麼 只不過說 我玩一下而已 只不過是一個少女遊戲人間 雲木鞭要請勿按下 但是他不小心按下 人誰沒有手箭難免的 那樣的自爆齊 就按了一個和諧 當然他假釋 另一個人按 就引發到這件事件出來 甚至乎動畫來說 好像搞到 尼家做那麼多事情 我也是想做一個很有型的自殺 不是 讓我們的愛 在世界軍力的舞台中落幕吧 他選擇地點 他特意引他過去 其實有個地方很奇怪 看過很久 你說到多了Walshby的人 可能會對 很守望相組 很活躁和愛 但是看到敦他多了之後 好像沒有這樣的事 他既然看到有反扣會勢 或者這麼說 這裏也有馬說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就是 Cycle Path上有告訴你 那些人沒事的原因 是因為有面罪體質 你明白嗎 這裏呢 是為什麼現在他長大了 Watch Me應該是啟動了 很多叫做什麼呢 你可以說他聰明 或者說他鼓滑 他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他太多太多細節的東西 或者是 我這些 尤其是我這些是很care 細節 你說一個 譬如說 一個雲大的世界觀給我 不同的社會結構 我對我來說 很多一些必要的知節細節位 我是需要知道的 他就特意不看 當然我不知道 他可能的想法就是什麼呢 他不想你個人 Focus在這裡 他想你Focus在這裡 探討就是那個命題 個人意志和社會意志 所以特意 尤其是有很多這些對話 但是 我個人也是一個平凡人 對我來說 這些東西 我是很著重的 有些細節反映到大時代 你由一些人物 或者主角 換在Watch Me的系統下面 他的行動 現在代表了Watch Me的指示 但是主角其實沒有任何特別影響 意識沒有任何改變 他被人攻擊 他也會殺人 你發覺Watch Me控制了多少東西 其實沒有控制 我想我換一句話 總結 這個敦的角色 對這個離家的想法有不同 最大的地方是什麼 小說裡面 最後這一幕 敦是幫離家去神化 他不再是離家心目中 裡面那個神般的女生 好像一個很奇特 一個革命家 那樣的女生 他那一刻已經破滅了這個幻想 縱使小說的結局和動畫的結果一樣 最後和諧知識發獨了 所以人們都和諧了 但是這樣是差很遠的 至少那個意味是不是差很遠 那個警示的意味 是的 我覺得鏡花說這件事 其實我是挺認同的 因為本身就是什麼呢 我們一直叫做什麼呢 我們是尋找著 或者我們想知道的就是 和諧的極限是什麼 而和諧的極限一直叫做什麼呢 他保持那個神秘性的代表在哪裡呢 就是離家這個角色 沒錯 去神化了之後 就是令到什麼呢 和諧的程式 真的這麼慎 沒有人相信 和諧的程式 真的可以引導到人類去幸福 說的話 就是一萬元和兩萬元的問題 這個蝴蝶效應產生 就是最終能夠一定 社會是幸福 你是意想不到 而這件事 你最終只能夠依靠就是什麼呢 你假設他是全能神 我不是說天主教或基督教 總之就是 你當作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都有所謂的唯一神 唯一神 這件事 但他一直是屁性 應該說 大家都知道 剛才我們也說過 唯一神 你是不能形象化去形容它 這個問題就是 等同於一直都有人提出 一個全能神 究竟可不可以創造了一把 他拿不起的 這個真的有邏輯嗎 當然 這件事 就是這些問題 令到 你根本 整套東西裡面 所有的 我會說 設定的東西 大家 大家聽到我們提出了很多 但是 我們這些提出 你忘記它 在看這套東西裡面 你是叫做什麼 它是 等你就是想不到 是沒有答案的 而接著就是 你再細想回 就是 他究竟這套東西裡面 他究竟真正 是想說什麼 你去除了這些之後 剩下的東西 就是 社會意志 和個人意志 之間的衝突 那這些我看的作品也有 好過你 我不敢 我不敢 那些人叫做什麼 坊間行論 就是 伊藤計劃 是一個天才 當然 老實說 對我而言 我個人而言 其實 我對這套東西 尤其是動畫 我小說未看 將會也可能 會看回 但是 對我看完動畫之後 你說 如果這個命題 去處理的話 我是 我沒有共鳴感 我知道他會說 我沒有共鳴感 對我來說 這件事也會 我會說 伊藤計劃 至少看完小說 雖然我還沒看完 他創造一個 當一個社會沒有疾病 身體變功 有財產的社會 實際是怎樣 是怎樣運行的時候 這個假設是非常有趣的 提出的問題是很有趣的 但是 就算看完原作 也不得不承認 他寫得來是有小小力 有不遞 正如剛剛說明說到 就是一些細節 他講不出 他發覺自己 說不出 其實應該怎樣 會更好 這個社會怎樣運作 他自己也不能說 或是這麼說 其實好像變成 作品給我的感覺就是 會像是 講了 就落了續套 是的 他停留之後是什麼呢 想像 你想像 不是的 他是一個無形 你覺得有些東西 我不懂 很難形容這件事 你覺得硬是有些東西 但你又在嘴裡說不出來 那種感覺 但問題是 現在你想像 我看完這本動畫之後 發覺這個社會其實不錯 沒有任何問題 是兩個主角在這裡 搞法盒 搞世界 就是 我這樣想出來的 是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 這也可以是一個小說 其實也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他們有一群年輕人 一群年輕人 他們有很多 還很反叛其想 因為現在的方向評論 很多就是把 總之是 政府管理人民是不對 是錯的 答問題 這本書沒有說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他有少少 我覺得那些評論 是有少少的 都偏離了故事的語言 我覺得故事沒有說過 故事從來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他是好還是壞 所以我才說 那些人 或者大家 不要先拿一個 反烏托邦的小說 特質去想它 他不是在批評社會 他不是的 他只是在思考 當發生這個問題 他叫做 他沒有 他簡直是 作者也沒有一個 意向的答案 告訴你 應該是這樣的 所有事情 我都說 這種真是叫做意識流 他真是一個意識流 可能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本身小說 他回到第一天清 很多次都是由主角阿東 說出來的 比較主觀 他沒有一個客觀的東西 去解釋社會 也不喜歡 可能很多人喜歡 他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覺得 尤其是動畫包 咳了一些東西 發覺很偏偏會被人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和諧這本書 他用的所謂EHM EARL 這件事 EHM EARL 對 他用這個原意 我覺得是 讀者 就是現在坐在 那部機面前的一個人 你看到這件事 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覺 我這個想法是有漏洞的 不是的 等於說一個讀者 讀完這本書 就是在動畫中 坐在聽這個故事的人 一樣 你讀完這本書 有什麼感覺 就是 那個感覺是因人而異的 但是 我覺得這本書 就是不需要太多 所謂的設定 或者 我們剛才 阿鏡花也說過 一些很反烏托邦的 一些立論 他沒有試圖去做這件事 對我來說 他真的沒有試圖去做這件事 因為 至少就是 你看不到辛苦的醜惡 辛苦 對我來說 你叫做什麼 只是辛苦 他在做一件事 就是 他給了一個美好的世界 你不要 就是說 你覺不覺得 那個世界是美好的 純粹是 但是 真的有人覺得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這件事其實也是一個善 只是 現在是不同的善 產生的交錯 那 個個都善 那當然有個是惡的 再醜人要 沒有一個對比 你不會有善這件事做出來的 善惡一定是 同時存在你才有一個比較 他是個個干預影的對比 就是 你沒有那個衰的 你怎知道這個好 甚至乎 其實這個系統都知道 有黑暗的一面 不是完全是光明的一面 如果不是他都不用成立 對策組 那些螺旋的 員官 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去處理 如果真是 那麼悶 阿邦 真的只有正面 善這一面的時候 其實他根本都不需要成立這個 我這樣說 這個亦都是和諧裡面 我會這樣說 他是側重於表現正確 我不可以說善 每一個方面 應該每一個不同的勢力 代表的正確 但是他没有说过他的错误是什么 甚至乎是 这个系统刻意地去放大善的一面 刻意地淡化恶的一面 不可以说淡化 那个恶是离主就是什么 因为我不是你 这一个势力的一份子 我看你这件事的时候 我自然会觉得 他有不妥的地方 而这个不妥可能会产生 对他来说就是 这件事是恶的 所以停留这个 等同于就是一个 叫做你形象外 就是一个 野生土著吃人族的 来到这个现实社会 我杀了个人吃东西有什么不对 你说我 我那边是这样做的 你怪我 好认识就觉得 这是我生存本能 我不吃东西 你怪我 老实说我的杜质基准是这样的 你的杜质基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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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自己废了 他一堆堆死了 不关事 你都可以吃我的 不过你吃我的 你吃我的没错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这件事 你说我不觉得是 其实现在是 我觉得是仅次于此 就是说他的问题 是不是他批判这个社会错的 是一个不是这个社会长大的 他有他的部族 他有他部族 他的人生观的标准 包括这个社会 他觉得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我会 你觉得 我比较形象化的意思 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吃人族的意思 我搬了个人过来 我想 敦和尼家就好像是 那个社会里面的边缘分子一样 所以他就会看到 这个社会里面 很多令到他不舒服的一面 是的 突然他没有吃完族这么极端 就是真的伤害到人 是的 也是书里面说 他一直做的行动 就是自我毁灭的一样东西 是的 所以 这本书 我们不敢说 说到两个钟 要说真的可以很多东西 在这个位置 我们真的暂停住 这本书 这个故事 如果大家未看的听众 入场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剧情的东西 我们不说的 留在大家入场的时候 去感受 我们才说的 他提出了些什么的命题 他跟你说 老实说 其实我看完和谐之后 其实个人真的挺不和谐的 对我来说 是不是很想和谐其他主持呢 其实当施者帝国 不施者 和谐 不和谐 是 那么 虐杀器官 就是放快了 卖神而已嘛 哈哈哈哈 我反而是想的 当施者帝国是BL 和谐的动画不少 变成GL 也是重点 然后是虐杀器官 应该有什么看呢 正常咯 是不是变成BG 正常咯 管制本来的小伙伴会放到最头 最正常是他 本来 啊 理解了我们现在 应该是BGBLGL 不是 这不是作者L的变化 哈哈哈 我觉得不关事啊 喂 这是制作 这个我帮伊藤计划 一定不关他 伊藤计划心想 喂 我没什么写GL 和谐 那时候你带了我 为什么加GL下去啊 加了基权 加了他 你带了他 我觉得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那个评价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可趣之处 但是 在 剧场版 的电影版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找不出他的可趣之处 他真是突化了 这套作品的一些 很奇怪的风格 出来了 真的未必人人能够接受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要读完作 我觉得 尤其是你要令到 我想读完作 他有一个这样的冲动 令我想看回原作 你不记得了 我们当时 C&A帝国 说他怎样尊敬原作者了吗 他说 我给你看动画 其实真的 做得不太好 很多位置都改变了 然后令到你 看回原作 那样尊敬原作者 可能他也是一个 C&A帝国看完之后 立刻是亚马逊变下来的 但这套和谐 我没有兴趣看原作 就是说 很和谐的人 不要有意识 不要选择 不要看少许就算了 所以 大家如果未看的 听众就不妨 入场看一看 看了听了我们 不妨就是 你可以发表你的 老实说 他不同其他的动画 我是不会对任何人的解读方法 是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这套东西 你怎样解读都可以 老实说 只是留意一件事 千万不要过分解读 他里面的社会设定 因为 他没有设定 你怎样说也好 一定是说不通的 一定会有笔 是 因为他根本没有设定过 其实 所以你说 和谐的程式是否很伟大 没有笔的 他没有设定过 当然没有笔 不存在的 他不会有笔的 和谐的程式消除了所有东西 最后 我是假释坏 我也是假释坏 我也是假释坏 当然是什么都没有 他那句话是 我就没有了我了 因为是假释坏 对不对 是的 那么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 等着西冠 是吗 好 等着什么时候做完才说 我已经无疑希望了 我眼神死了 眼神死了 我也是这样 不得和谐 不能产生这个不安的情绪 我不用 会有人问候你 我不是一个普通人 阿树玲啊 你没事吧 好像你说完一套之后 很不安 有没有主持想看《同级新》 哈哈 那一套新的动画 我知道你讲什么 我也是出来的 不是《岑田以为》那一套 我想说 是的 OK 好了 那么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